看看新闻榜 然后这里呢是因为我们要来看一个时尚事件 因为我们一直说啊 这个选美比赛一直是可以代表着一个美的标志 所以这边呢2014年的环球小姐中国赛区的这个培训 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来我们看一下 近日2014环球小姐中国赛区16位入选嘉丽集体亮相上海 开始了他们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培训 而在新闻发布会当晚 作为前三届中国赛区的冠军嘉丽 罗子玲 许季丹 敬业 也来到现场给选手们送上祝福 每一年我现在每一年我都回来 然后每一年看到一些新的女孩子进来 新的选手进来 都让我想到了自己当年 那个时候就是很懵懂的时候 刚刚开始然后像一张白纸 在于是老师在上面涂书 然后教我怎么样微笑啊 怎么样走路啊 这一些我觉得那些女孩子可能在一个月以后 也会有很明显的改观 而且会变得更好 这届竞选环节的16位选手来自世界各地 各怀绝技 在雨昕看来 她们是群既有故事又有才的不妙 你们看到一个审美 就以为就是几个女孩子走来走去在台上 基本上你们每一个女孩子有一些非常难得的故事 有些女孩子真的是才华不得了的女孩子 有些女孩子她的背景很有趣的 今年最有趣的是有几个女孩子在从国外回来比赛 选手是蛮丰富的我自己个人感觉到 但经过这几天的培训16位嘉丽们现在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跟着小军再回到酒店 还没见到培训中的嘉丽们 倒让我们在门口看到12年的中国赛区冠军许继丹 许继丹你好 你好 2012年的环球赛区 是的 你好你好 大家好 今天怎么会在培训县长看呢 因为今年我是在帮那个环球赛区这边做那个培训执行 平时看到你都是穿着滑服啊 很隆重的那些长礼服 今天来看一下 短打 还有人字拖 对对对 这已经就乱了 这两天都是特别辛劳的一个状态 连续三天吧 从早上六点奋战到晚上有的时候一两点 现在这道门里边是不是就是很多 今年的家里所在的地方 16墙现在都在里面在培训 全国的16墙 就是全国总就在16墙 你们是不是很想看看他们是长的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气质如何 和发型的培训 发型的培训 每个细节都要抓到来我看一下 原来这会儿选手们正在进行美发培训 看着房间里16位嘉丽人人一个卷发棒 在台上老师的讲解下自己做自己的发型 你是来自哪里的选手 我是来自北京 北京啊 今年多大 今年24岁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选美比赛 选美比赛是第一次 自己感觉的比赛 感觉还挺好的 因为环球小姐是一个世界型的比赛 然后尤其是这次的平台 给我们提供了好多方便 就是例如发型和妆容和包括服装都是很专业的 虽然是第一次天上选美 我觉得她已经有那种环球小姐的官方式的发言人的感觉 虽然16位嘉丽都是清一色长发 但这用卷发棒的功力还真的是每个人都不同 这里有人还是直发 你看那儿已经有一组选手早已完工 向我们展示起来 对着镜头这样飞吻的是 对不对 就是刚才是有一种特别 就是感觉自己是在那个闻蜜带来翅膀的感觉 是是是 大头发大波浪 然后飘飘的 这两位呢很想跟这个镜头互动 让我们摄像大哥都已经要急着去变这个焦距了 因为那很前面很前面了对不对 正当房间里姑娘们在为自己的发型做最后打理的时候 雨昕在这个时候悄悄的来了 你好你好 虽然雨昕看上去心情颇为不错 但谈到16位嘉丽的时候 一贯严格的评委作风马上来了 她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们是准备 她一个心里面要准备各种各样的挑战 而且呢她已经是大孩子 她们知道她们为什么来这儿 她们应该能够接受一些压力 因为这个班就是要她们作为这么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中国的女性 力求将16位姑娘培训成完美淑女的雨昕 对姑娘们要求严格 但在细节打分上倒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 够紧这个发型在这个人的脸上有没有使他感觉到这个脸是好像椭圆形的脸很简单 做评委真的太简单了 如果她脸不是一个椭圆形的 懂得怎样将发型修饰脸形 想必这也是环姐们的必修课之一 那到底哪位家里能够最终夺得头筹呢 待到9月见分享了 2014 加油